有人在网上问啊 移民是不是变得越来越难了呢 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 如果咱们从最朴素最大众 最片面的角度去看的话 目前移民确实是变得越来越难了 咱们以这几年啊 移民大伙的加拿大举例 它的名额在逐渐的收紧 政策在逐步的加码 审核也愈发严格 这些都意味着 加拿大这边的移民难度啊 正在逐步上涨 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的持牌法律顾问 史景森 这里是我的移民留学频道 欢迎各位的关注 也希望多多点赞转发和评论 每周我都会跟大家分享 移民留学的干货资讯 各位朋友可以扫描 屏幕上的二维码 做个免费的移民评估 也可以和我做一对一的博通 继续刚才的话题啊 现在的网上也充斥着 各种视频的宣传 这种悲观的气氛 各种移民加拿大越来越难的视频 刷到人的耳朵都起茧子了 但点进去一看呢 无疑不是开篇制造焦虑 结尾推移民项目 用青色的营销口吻的文案呢 朋友看完之后除了焦虑感呢 根本获得不了什么 甚至都未曾想明白 一年算的问题了 就是移民为什么变蓝了 它蓝在哪里 是不是所有的移民都变蓝了呢 如果你能带着这些问题跟思考 去看接下来的视频 那么这一期就一定会对你有所帮助 首先呢 我先举几个例子 在2024年的1月22号 加拿大宣布将不再给硕士以下的 这个学签申请人 拿了学签的人 发放配偶工签 配偶工签是什么呀 简单说啊 就是另一半能够在加拿大 合法工作的一种凭证 而以加拿大目前的移民条例来看啊 拿到工签就约的也可以移民加拿大了 这么说的目的啊 就是让大家对配偶工签有个基本的了解 当然这其中细则也是很多的 对此感兴趣的可以看我以前的视频 那咱们说回到正题啊 那么咱们以加拿大1月份调整的政策来看 问题的关键是在于为什么没有砍掉配偶工签 而是砍掉了硕士学历以下的配偶工签呢 那如果你对加拿大过往的移民情况 有个基本的认知就会明白 这完全是有迹可循的 在过去这疫情的三年呢 有太多人卡巴克来办加拿大移民 拿着旅游签操作一下变成学签 低成本拿读了个college 然后夫妻双打从此混到了工签 进而成功办移民 只能说啊 第一个想到这么操作的人啊 真是很牛掰 但是加拿大现在限制的学历 意味着低学历的夫妻 来做夫妻双打办移民成为了历史 那好的 接下来这个问题又来了 那么你觉得加拿大移民政策对你来说变难了吗 咱们先不急啊 请带着这个问题 咱们一起来看第二个例子 加拿大BC省宣布 未来两年内不再允许任何新注册的 专上教育机构招收入学生了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拗口啊 那在这里我简单解读一下 其实他的意思是 别再想随便找个私立学校走走后门 短期毕业之后就申请工签 结果目的是办加拿大的移民 这还不算完啊 这个文革华所在的BC省还宣布 将为私立专上的教育机构 设立最低的语言要求 也就意味在未来 那些基本能力一半 无法完成加拿大学业的留学生 语言一般的都将会被拒 那问题又来了 那是哪些人想去加拿大混一混学签的呢 哪些人到了加拿大之后 直接落地去打工呢 老样子还是不急着回答 我们再看第三个例子 加拿大紧接着又宣布啊 想要前往加拿大留学 除了第一年的学费和旅费之外 还有两万零六百三十五加币的资金 才能获得申请学习签证的这个门槛 朋友们不要觉得这两万多加币的资金啊 觉得挺少的 也就十多万人民币嘛 但是你要知道 这只是一个基本的门槛 现在这个门槛已经翻了一倍了啊 像我们以过往的经验 提供三十万人民币以上的这种资金 那现在可能要提供到六十多万 甚至八十多万啊 所以我就不用解读过深了 单纯的提高证明的门槛 把问题抛给你 你觉得这个资金的要求对你来说压力大不大 其实啊 你也不用把答案告诉我 因为每个人的答案呢都不一样 而且根本就没有标准答案的 但是我想你此时此刻一定清楚 什么叫移民变难了 如果你对加拿大的移民政策有所了解的话 啊 结合我刚才给你带来的有思考方式 你甚至都知道最新的政策对哪些人来说 移民反而变得简单了 如果各位感兴趣 我会单独再开一期讲讲 究竟加拿大的新政 对哪些人实际在降低了 大道理我们都会讲 移民并不适合所有人 可是关键在于 你自己到底适不适合移民 你得捋清楚了 我在这个行业也待了很久了 看过不少人像赌徒一样 去博一个移民身份 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当事人可能并不自知 或许他知道 但是选择性的忽视 这个失败所给他带来的代价 我要这么讲 把移民留学带入到这里 可能有点抽象 那我就把移民比作投资 可能就更好理解了 我们想一想 咱们人为什么要做投资呢 是因为投资有钱挣呢 那人物为什么会移民呢 因为移民有改善生活的可能呢 大家说对不对啊 那一年大家想一想啊 当股市三千多点的时候 很多人是选择了观望 结果一下子跃升到了六千点 再也观望不住的时候 选择了入手 后续的结果 大家也都知道了啊 而这些年呢 很多人趁着疫情期间 加拿大移民打开绿灯的时候 选择了进场 以前条件极差的人都拿到了身份 那另一部分人选择了观望 结果在加拿大连接甩出新政策的时候呢 选择了入场 可惜你要想想 此一时彼此啊 条件不达标 还是办不了 我想啊 即便一个不懂投资的小白 可能都知道一句话 投资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那么在此 我们换言之也可以说 移民有风险 移民也需要谨慎 那么时间转回到我们现在啊 依然有很多人对移民不了解 甚至是误解 一不花时间上网研究 二不愿结合自己的思考 去辩证的看待 究竟为什么要移民 那么在我的移民行业的从事生涯当中呢 不论是已经选择办理的申请人 还是在观望的申请人 都曾或多或少的 拿着某红书啊 某英的案例来问我 这个项目能不能行啊 老师 这个能不能做呢 我能不能做另外一个项目 可以低门槛让我办理成呢 或者明明他们说 不需要这些材料 为什么到底这边 你就让我提供这些材料呢 或者说 他就问我 这些项目到底靠不靠谱吗 我如果说不靠谱的话 他就会反驳我说 不对 你看看 我在哪里看到某个博主 明明说了很靠谱 他还拿了一堆案例做支持 说实话啊 当我看看这些案例的时候 要么是极端的情况 要么就是好几年前的冷饭 要么就是批出来的假案例 然后感受着对方 这些略带质问的语气的时候呢 我很多时候是非常无语的 这就像一个医生在看病啊 其实很多医生 最怕病人说这些话 比如说啊 哎 医生 我朋友说 我这就是感冒而已 或者说不对 啊 我妈说 我这纯粹是玩手机玩的 或者不对 我看百度说 这是老子里面掌握流而已 当一个非专业人士啊 拿着网上七拼八措的知识 去挑战一个行业的老司机 那这件事情就变得很荒诞了 不知道各位是否有一些同感 其实说白了啊 在所有移民国家和移民项目当中 对任何人都不存在一个完美的移民路线 也不可能会有人帮助你规划出 这种非常完美的规避风险的这种路径 我们专业人士能做的 就是结合具体的情况 尽可能的量身定制出一个 最贴近完美的解决方案 没有人能够永远的赢 但是控制好自己的风险 心里有预期值 尽可能的评估自己是否可以选择移民 尽量的了解和咨询多一点 你的心里才会渐渐付出 适合你的正确答案